劇 上下五千年 韓 古今萬里路 南方生活廣播 五間黃金製作 長篇小說連播 今日的長篇武俠小說 《書劍恩十六》即將播出 由鄭達報告 《書劍恩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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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說到 陳家樂和周仲英的格鬥當中 他的琴拿術中 就夾帶著英爪弓 左手拿拳 右手出掌 又是八卦掌 修班那時候又變成太極拳 亂七八糟 搞到個個都眼花撩亂 其實各位有所不知 這就是天池怪客 袁時蕭所創的獨門權術 叫做百花錯權 說到這位袁時蕭 他少年那時候 尊嚴武學 很有成就 後來就遇到一件失意的事 那什麼事呢 他就沒有跟我說 就令到他的性情大變 發誓 要做前人未做過的事 打前人未打過的拳 於是便遍訪海內名家 一係學師 一係偷拳 就將國家的權術 幾乎全部都學齊 中年之後呢 隱居天池 融通伯格 創出了這套百花錯權 這套權法呢 不單是無所不包 它妙就妙是一個錯字 每一招呢 都跟各派祖傳的正宗手法 遲些又不遲得了 一出手 對方以為一定就是 哪一招哪一式 你說準備營敵的時候呢 喔 才發現打過來的方偉手法 又不同的喔 這套權呢 講究就是 遲是而非 就出其不意 八個字 人家以為打錯了 怎知正是因為你以為他打錯 對方才防不勝防 袁士蕭創這個權術 就一直沒有機會出手試一下 所以這套權術是沒有用過的 他自己 那他的弟子呢 就只有陳家樂一個人 那就肯定教給陳家樂 陳家樂根據學師那時候呢 就先學那些內外各大門派的主要權術兵器 好像什麼琴拿啦 暗器啦 點閱啦 輕功啦 學到有定基礎之後 才學這套百花錯拳 今天跟周仲英用少林拳打了百幾招之後 他差點不夠打 他就深感後悔 後悔什麼 後悔他自己正說呢 講話講得絕過頭 微免是看少了面前這位英雄 在心經之餘就唯有使出這套怪拳試一下啦 哈 怎知一試 果然厲害喔 師父那套東西 再說回周仲英也有點害怕啦 兩對拳一揮 就換了他面門 向後退了幾步 看見對方的拳法古怪 真是見都沒見過 聞所未聞 就在旁邊見到老爸敗了 就急急聲大叫 嘿 你打的是什麼拳啊 亂打的 不夠人打到亂龍 你還算什麼英雄啊 就在這陣 聽外忽然間飆了兩個人進來 大聲叫 喂 收手 喂 不要打了 收手 哦 原來在綠非青和趙半山那裡 就在這陣 忽然間聽到聽外有人大叫 火粥啊 快點救火啊 火粥啊 救火啊 周仲英呢 面對著陳家樂那套怪拳一路攻過來 本來自己拳法有點散亂 現在再聽說有人火粥啊 救火啊 那這就是他家來的嘛 肯定心慌啦 哦 一不留意弊 忽然間覺得左腳一馬 左邊膝頭的楊關穴 居然被陳家樂點總 一拖 差點掉到地上 周二一見就大嚇一驚了 馬上搶前一步扶著爹爹 爹爹 爹爹 你怎麼樣 跟著他刀一玩 先保住老爸 以防陳家樂趕盡殺絕 但是陳家樂並沒有追趕 反而退後三步 吐一吐氣說 周老英雄 怎樣 你講話算數啊 周仲英就很生氣了 好 我認輸 我的兒子交給你 你跟我來 他當它躺下來 由周仲英扶著 正向�外走 趕著廳外走 陳家樂 陸非青 以及紅花會 一班人 周仲英都穿過兩個院 這陣子 火勢非常猛 熱情逼人 黑暗中 半邊的天都露燒 煙霧狂 孟建雄、安建剛和宋善鵬都跑出去帶著裝兵協力救火,徐天宏就大叫,不如我們都夾手夾腳,一起把火救息再說。 周一聽見就罵,你叫人家放火,就在那裡渣渣帝帝扮好人,為什麼他這樣說呢?原來他親耳聽的徐天宏就一再大叫放火,就以為這場火肯定他指使人放了。 鐵丹莊被洪花匪弄成這樣,他根本不顧對方人多世眾,拿著刀就向徐天宏奸下去,徐天宏馬上轉身,雕開避過,周二還要追,但是被趙半山勸著,但是那個周二爛到紅了,拿著刀向前猛衝猛跳,但是被趙半山一伸手輕輕按著刀背,哇,那張刀煞時間好像有幾千斤那麼重,周二幾乎拿到了, 都拿不住,哪裏還說向前走半步啊? 周仲英對著這場紅紅烈火,看都不看下,趙下趙下就一直走到後廳,一班人就跟著進廳,進到一看, 看到裡面設了一個靈堂,靈位前面點著兩對白竹,幾匹白布咬一下,陰沉沉一副淒涼的景象,周仲英是揭開白布, 看了一副黑色的棺材仔,棺材還沒盯蓋,原來周仲英是錯手打死了兒子啊,當時因為那個女兒周二是外出未歸,人未到齊,所以就未將周英傑落臉,準備等周二回來,再見弟弟一面, 現在周仲英對著陳家樂,很淒然地說,我兒子,洩露了文義的宗跡,沒錯,你們現在要我的兒子,好,你們拿他吧, 他心神激動,語音都變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又走去看真客,在暗淡的燭光之下, 看見一個小蚊仔的屍身,躺在棺材裡面,一下就仗義和尚,摸不住頭腦了, 怎知道這陣周一又哭著衝進來說,我弟弟才是十歲,他不懂事,把你們文爺藏身的地方,降了出來,爹爹回到我家,一生氣之下, 這樣就失手把我弟弟打死了,連我媽都激動走了,這樣還對得住你們了吧? 紅花,你們還不夠,不如把我們兩父女都殺了,殺了了吧? 紅花會大家一聽,個個臉都紅了,他們很慚愧,覺得自己正說怪錯了周仲英,真是很對不起他 陀背將軍呢,就是最爽直的人,忽然抱上兩步,向著周仲英,砰! 跪到一個響頭,他就說,老英雄,我得罪你了,張陀子和你陪罪! 站起來又向著周仲英,就說,姑娘,你如果以後,再叫多我幾聲駝背佬,我,我都不罪你了! 這陣子在 furnish,還要罵周仲英的駱冰,徐天宏,楊慎,輝村華,都紛紛走過來陪禮道歉! 陳家樂就趁著宮申行禮的時候,伸手輕輕一拼,將周仲英膝頭給他點穴位解開,這個手勢大家都沒有看見,而周仲英就掛著還禮,加上心裡很難過,一句合氣話都說不出來。 陳家樂這陣子回頭就說,周仲英雄對紅花會的好處,我們今生不忘,各位兄弟,現在救火要緊,大家一起動手吧,大家一起說,好啊好啊,好啊,救火啦,紛紛就衝出去,這陣子,火光衝天,有些瓦就燒通了,開始就塌了, 那些塌的聲音夾帶著莊丁的叫喊聲,哇,開開的亂得不得了,加上安西就是中國出名的風鬥,一年三個六十五日,幾乎每天都翻風,而且風勢又大,現在說風助火威,眼底這場大火沒有法子撲滅的了,哎,好地地一座鐵膽莊,眨下眼底燒成廢墟了, 你人,後廳裡,哇,興得交關,靈塘的白布就開始迫迫百革,開始迫迫百革,就開始立著了,大家見到周仲英,哈,有個木依扶著棺材,雲不守舍,眼定定, 眨下眼,他的大火已經捲入廳裡了,惟春華,石雄英,長四斤,就進去救火了,在龍煙當中,周仲二,馬喊,爹,爹,爹,我們走吧,走啦,燒到來了, 周仲英怎么知道是不理不睬 因为你这么看着棺材中自己的小孩 这种心情大家可以理解的 老年丧子就很惨的 大家知道他不忍心看着小孩被火烧 张俊这阵突然弯下腰 对着杨成习就说 大哥你把棺材放上那个背脊 杨成习就拿着棺材两边 把棺材整个斗都起身 就放上了张俊的铐背 张俊也都不站起身 就这样弯着腰就冲了出去 就这阵就拖着老爸 大家前呼后涌 刚刚走到撞外一块空地 气都没透顺 咚咚的声 后厅的屋顶就塌了下来 大家都对着你出来 好危险 这阵书同森演忽然叫起来 哎呀 官府那个鹰狗还在里面 石商人就说 哼 这种人作恶多端 烧死了 就算他好彩了 乐兵就说 哎呀 可惜就着手了标行那条坏公 陈家乐就问 谁 乐兵就将同兆和的事又说了一次 盲建龙听见了 同兆和 也都说 他又怎样三入贴胆装 探装报信 又带着人是竹南文泰来 最后呢 还来敲烛锅 徐天宏就说 嗯 肯定是他放火 大家想想 也都觉得有道理了 徐天宏 偷偷向周园望了一眼 看到他也在偷偷望他 两位的目光一队 马上就转过去避开 周园就大声在自己和自己说 哈 蚁仔 多计 放火 这么阴强的死计都想得出来 哈 真是龙脊 雅毒 蚁音室 陈家乐就说 嗯 我们要捉这人回来 徐七哥 杨八哥 魏九哥 张十哥 你们四位辛苦点 分东南西北 去炒他回来 无论追不追得到 一个时辰之内 回来说声 是 今天四个人接令就去了 再说陆飞青和周重英一帮人 相见之后 免不了寒圈一帆 陈家乐就向周重英一再道歉 看来说 周老前辈 为了红花会 交到这种地步 你大仁大义 真是灵势难捕 我们一定去请周老太太回来 和老前辈你团圆 可惜 铁丹桩已经消了 不过 红花会一定负责重新和你建设 各位装兵兄弟的所有损失 红花会全部赔偿 他们辛苦了 在下 也会有意思 周重英眼见的铁丹桩 现在消成灰尽 多年来的心血 腐心经营 位于一旦 也都相当心痛 但听陈家乐这样说就说 去 陈当家 什么说话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你再这么说 就即是不将兄弟当朋友 周重英平生最喜欢结交朋友 现在五会既然已经消除 有见红花会的人 救火救人 粉不顾身 对自己 又十分敬重和感激 一时之间 遇到这么多英雄人物 心里面也都很开心 铁丹桩不消都消了 算了 只但你转转头一眼望 见那副细细的棺材 唉 心里面 刀割 过了一阵 维春华和张俊 就先回来了 向着陈家乐的品报 说追出六七里地 都不见同少和的宗敬 又过了一阵 徐天望 杨成习 也都先后回来 说东南两边 数里内 鬼影都没赤 这人 当然是趁着大火 还不混乱当中 有那么远 走那么远吗 陈家乐就说 没问题 好在现在知道 这人是镇远标局的人 开广又说 走到和尚 走不掉了 他就算走到天边 日后一定会捉到他 周老前辈 贵庄的人 你打算 叫他们暂时去哪里安身 周仲英就说 我想等天 天光之后 叫他们先到赤金位 人家被诸葛亮还交关 他会武艺 孟建和微微笑下 周仲英就说 女儿子之家 别乱说 徐爷 你有什么好论来说 徐天宏就说 那条姓童的臭小子 走了回去 肯定会加油天操 生安白做 姓孟的 又没命回去 他们一定会报官 到时多多罪名 就会加在前辈 你的头上 齐你生猪 小侄认为 铁胆庄的人 现在最好就向西 暂时避有风头 等摸清了路数之后再说 如果现在向东去赤金位 恐怕就不多安全了 周仲英见过世面 也很有经验的人 一经徐天宏扁破 立刻说 哦 对了 老弟真是不愧无诸葛 我差点游士行错点 明天 应该先去安西州 安西州我有些朋友 借他一头半个月住宿 我想 没什么所谓 周仲英一见过老弟赞徐天宏 心里面有些不中意 虽然他就不再怀疑 萧铁胆庄是徐天宏主使 但是今晚这场打斗 他也很恨徐天宏 所以现在就越看他 越不顺眼 周仲英又是对宋贤鹏说 明天 你带大家到安西州后 先去找五大官人 日后一切费用 到我们的店铺先知住 我的手没搞妥了 我再来叫你 周仲英一听他说 阿爹 我们不一起去安西吗 傻女 当然不去 文四爷在我们庄上出事 救人的事 我们怎么能够就手扑 观似得格 周仲英万健和安健刚三个 听说他要出手救文太来 也很开心 陈家乐就说 周老前辈的好意 我们万分感激 不过救文四哥 是杀官造反的事 你们几位都是安分的良民 和我们这些闯荡光顾的人不同 如果你们都出手 恐怕又不方便的地方 我想请周老前辈 当我们想想的办法 只条路走就行了 至于杀英走救四哥 还等我们去办呢 周仲英的长数一劣就说 呵呵 陈当家 你是不是怕连累我们呢 唉 你不让我看朋友出力 那就是不将我周仲英当好朋友 陆飞星也对陈家乐插嘴说 唉 周老英雄 易重如山 江湖上 没有人不佩服的 如果不是这样 我和他素不相识 文四爷身上 有呆有从岸 我怎么谋言 介绍他做铁胆庄呢 陈家乐稍微想了一下就说 既然周老英雄 那么重意气 红花会上下 永感大德 乐冰这阵日走上来 匹匹一身跪在那里就说 老英雄八刀相撞 我先看我们当家的多谢你先了 周仲英我马上扶起身 呵呵 起床起床 文四爷奶奶你放心 不将文四爷救回来 我们事与不为人 令转身对陈家乐说 呃 事不宜迟 就请陈当家你发布号令 陈家乐马上说 哦 这个我就不敢当了 请周英雄 陆英雄两位前辈 你们拿主意就落命令 陆飞星就说 呃 陈当家不必太欠 红花会是主的嘛 我们是奔 绝对不是个圈奔夺主的 对不对 陈家乐又再牵扬 看到周六两个点都不肯 就唯有说 那好了 输在下斗胆了 令转身就发布命令了 分派人马 那大家都宿正在那里听令 第一批 先去探路的金帝兽彩 如如同 去三渡沟 就跟西村的商客 常克志常伯志兄弟 取得联络 探令文派来的行踪 就回来品报 第二批 千碑如来赵半山 率领石敢当将进 鬼剑受石相应 第三批 追魂夺命剑 无尘盗人 率领铁塔杨成贤 同头岳鱼 掌四斤 第四批 红花会总裁主陈家乐 率领狗命敢炮子 韦春华 书同失眠 第五批 棉女针鹿飞青 率领神弹子 孟建红 独国府安建纲 第六批 铁丹周仲英 率领朝理魁周仪 无诸葛 徐天宏 燕阳道 乐丙 好了 陈家乐的分派完毕 今天就不够时间讲了 欲知后事如何 明天同样时间再听 半点保时之后 请继续收听 由郑达播讲的 长篇武俠小说 书剑恩仇六 红花会豪杰 碧血染曼仪 为汉棒 愿将书剑定光山 传号戏 担心宝国 灭仇敌 从一月十三号开始 星期一到星期日 一连七日 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将由郑达播讲 金庸的长篇武俠小说 书剑恩仇六 一连两集 听出已由过足古人 记得附着FM93.6 南方生活广播 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等着你 不过神前您 当归ably 带凑 soup 祢 果准 是 好 对